今天好 大家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TOMICA汽車與迪士尼系列的 迪士尼小汽車10週年的限定車款 10週年限定的米奇老爺車 的限定禮盒組 外盒是這樣子 後面是這樣子 然後就這邊可以看到 有一些基本介紹的那個 多美汽車的迪士尼汽車系列 所出現的一些車款 我記得這台是第一台 然後這些像這個是米奇消防車 之前有介紹過 然後奇奇與弟弟的車子 米奇的機車 巴斯 然後小丑魚的也有 然後這邊有一些基本的介紹 然後這個系列 第一次出廠的是在2008年的7月17號 它這邊有介紹 那盒子本身就可能請大家自己去尋找 然後它這一個主要系列 主要會有 裡面的商品會有這一個 所謂的10週年限定的老爺車 跟所謂的鑰匙 跟上面這個卡片 以外 我後來才發現卡片推掉後 裡面還有一支 不是一支啊 一盒 這一個 迪士尼的車子 可是這一個好像不確定 是哪一款啊 它好像每一盒都不太一樣 像本人拿到的是恐龍單家 的這一款 旁邊這樣 那這個本人好像介紹過 就不另外介紹了 主要是要介紹所謂的 這一盒 裡面這一盒這樣 盒子這樣子啊 後面這樣子啊 底部這樣子啊 然後是 迪士尼 DM10 呃 品名的話是 DM 迪士尼10週年紀念車款 然後附鑰匙的版本 就打開裡面這樣子啊 可以看到裡面除了鑰匙 2008的車鑰匙以外 還有紅色的車款 那就打開商品給大家看啊 打開裡面是這樣子 然後打開 再介紹車款啊 車款側面看這樣子 這邊有一個10週年的那個Logo啊 上面是這樣子啊 後面這樣子 然後一樣有迪士尼的那個 米奇的標誌啊 側面這樣子 那這個應該車頂是可以打開的嗎 欸不行 車門可以打開嗎 不行 這可以開啊 所謂的後車箱的部分 不是 後車頂的部分是可以打開才對啊 像這樣子啊 變成敞篷的老爺車啊 有點像是 有點像在拍大亨小段的感覺 車頭是這樣子啊 這邊一樣有一個 米奇的標誌的Logo啊 然後側面的輪胎是這樣子 底部這邊可以看到它的 車 車底的是有講 2008年就有的車底啊 所以就是10年前的那個車底啊 沒有變化 然後車頂 車蓋的部分可以蓋上去 像這樣子 上面看這樣子 側面看這樣子 前面看這樣子 上面這樣子 算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車款啊 鑰匙是金屬的欸 好重 後面是這樣子 正面是這樣子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去購買啊 其實本身這個我記得有看到有人在販售 大概六七百 六七 六 六 六百多塊到八百多塊 或一千多塊 不等啊 但我這一組是在所謂的 多美汽車迪士尼十週年展的時候去 欸這一組是在 美麗華購買到的啦 個人是覺得還蠻划算的一組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去購買收集 我fia